每当翠花一家想吃肉的时候,天来便来到山脚下的小河边,想尽办法捉些小动物给孩子补充营养。 天来冒着危险走过湍急的河流,捡起头一天放下的鱼篓,从天来那天真的笑脸和惊喜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。 今天应该有不小收获,天来提着鱼篓,小心翼翼地走到河边,伸手从里面捉出一只青蛙。 我原以为它的篓子里会有不少鱼虾,没想到却是青蛙。 这种纯野生环境下的冷水蛙也是可以吃的,味道并不比鱼虾差。 当地的河流属于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溶水,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刺骨。 这种冷血小动物肉质仅是肥美,在夏天的时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 尤其是大雨过后,河道边市凤里到处都能见到他们蹦蹦跳跳的身影。 当地人喜欢闲暇时,捉来给家人补充营养。 在这里因为一切都是原生态自然化,不进行人工干预。 家里面养的土猪土鸡,因为没有饲料生长,较为缓慢,一两年才能长成一头二百斤的小肥猪。 鸡牙更是一年到头留不下几只,所以肉质供应不够充足。 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靠近河沟的山民们,便会对着河里面的这些鱼虾和青蛙想办法。 由于现在才是初夏,现在青蛙和小鱼数量还不够多,在最炎热的季节,随随便便都能捉到一箩筐。 天来将几个鱼篓收获完之后,果然当真并没有捉到小鱼,只有寥寥的几只青蛙,随后天来再次布置好陷阱,希望改日会有更多的收获。 这种冷血小动物在咱们这里已经不太多见,可能是因为农药和化肥的使用,影响了它们的繁殖和生长。 像当初咱们家乡的田间,每当雨后都是鸟叫虫鸣蛙声震天。 请继续观看,翠花和孩子们总算有口福了。 天来从河道里捉来的这几只青蛙,放在柴墩上用柴刀劈成小块。 孩子们眼见今天能够吃到挖肉,一个个也高兴地手舞足蹈。 勤快能干的二女儿,帮着母亲在剩饭锅里加满清水准备煮饭。 接着舀上满满一盆大米,小心翼翼地灌入清水进行淘洗。 这桶水显然有些太满,小女孩操作起来多少有些吃力,还好她已经相当熟练,并没有将水撒出来。 否则又免不了要挨骂。 接着将淘洗好的大米直接加到饭锅中。 他们煮饭一般不等到水开,其实这流程并不科学。 我在家里都是水开后才加大米,这样煮出来的米饭会更加粘稠,口感也更加软弱香甜。 不过当地人都是这种方式,只要用水将米饭煮熟就好,不必在意过多。 翠花的二女儿也不过七八岁的样子,对于煮饭也是轻车熟路,操作极为老练。 她平时不但爱学习有颜色,而且性格文气又懂事体贴,特别能够体会到父母的不义。 总是竭尽所能帮着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 相比之下,两个小妹则无所事事地躺在地上玩耍兮兮。 天来忙完手里的活儿,结果女儿手中的饭铲将米饭搅拌均匀,一直将大米煮至吸干水分后,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天来今天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功劳。 在翠花面前连说话都比较大声,不像平时一样低声下气。 翠花把天来捉来的青蛙放在柴堆上,用柴刀劈成小块,准备炒来吃。 请继续观看,这种活蹦乱跳的小东西你敢吃吗? 翠花把天来辛苦捉来的蛙肉放在柴堆上,用柴刀切成小块。 由于夏季刚刚来临,明显这些小东西还比较瘦小,体格也没有长成,肌肉也还不够壮硕。 不过并不影响肉质的鲜嫩。 翠花没有做过多处理,连内脏都没有去,直接用柴刀切成小块后,用清水稍加冲洗。 用翠花的话来讲,蛙肉是最干净的东西,它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水里。 洗鱼不洗无关大碍,这些蛙肉显然太少并不够吃。 翠花又找出半个南瓜,抱在怀里用镰刀切割起来。 一个南瓜就能让翠花一家吃上两三天四五天。 他们吃饭比较省菜都是以主食为主,每个人饭量都比较大。 南瓜处理好后,在火上架炒锅,加入一勺猪油,油热后撒入一点咖喱粉和小茴香。 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味道,也有一定的厨师健身的功效。 他们长期睡在地上,吃些咖喱之类的调料颇有益处,随后将淘洗后的蛙肉倒入锅中。 蛙肉很嫩,其实它放的有些过早,这样煮出来的蛙肉会过于软烂没什么嚼头。 挖入翻炒后,倒入切好的南瓜。 上下左右前前后后,搅拌均匀后,撒上几粒粗盐。 接着倒入半锅清水,大火炖煮,直至南瓜炖得软烂如泥,即可出锅享用。 翠花和孩子们盘着腿坐在地上,用手抓着盘里的米饭,配着鲜尾滑嫩的蛙肉炖南瓜。 大块朵一起来,婆婆此时也恰好赶来顺便蹭个饭。 老公天来却又转身去了牛棚。 天来感觉这次蛙肉太少不忍心吃,想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。 我们平时经常行天来太过懒散太过懒惰。 其实她已十分努力,只是受限于环境和出身。 尽管她已拼尽全力,却也无可奈何。 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看待,不能用我们所处的环境对她提出过高的要求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